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春 我们今天来看最新的真系列侠客 中神通 王重阳 按照这个套路来看 所有的旧武爵都会变成真系列 一只一只慢慢的提升 这样算起来应该剩下北盖以及南帝而已 真的是让人兴奋啊 而且这次王重阳的外形相当的帅气 非常的不错啊 好啦 废话不多说 咱们来了解一下吧 按照惯例 咱们先进展示 友依说依啊 那个剑气的音效非常的可以 有一种预卷术的感觉 虽然感觉跟武侠是不同的层次 但是个人觉得还蛮帅气的 OK 让我们来了解 中神通 王重阳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中神通 神话 真 属性是剑 定位是多段暴击 暴击强化 化金一重 九阳真金 日升每回合获得一层化解状态 行动前若处于控制状态 则驱散其一层控制状态 并且免疫怒气降低的负面效果 这招看起来很不错啊 看起来可以解决剑队怕控的窘境 而且这个免疫怒气降低的效果 这个东西是可以拿来克制增伯通的 陆服已经有人实验过了 可以免疫增伯通没错 化金二重 一气化三清 对敌方全体总计造成九段攻击 199%加2400的外攻伤害 每段伤害随机 并且触发暴击时提升本次伤害30% 看起来就是另外一只独步求败啊 而且又是九段随机攻击 不过独步求败似会有流血的效果 中神通则是伤害提了30% 以伤害程度来看 中神通应该是屌打独步求败 他砍人的时候应该是暴痛 化金三重 全真剑法 弹斗开始时 提升友方全体暴击伤害30% 并且攻击时若敌方血量高于50% 则额外提升30%暴伤 哇塞 光一招基本上加强了60%暴击伤害 真的是有点妖兽啊 不过这个暴击伤害我觉得不太好 他应该暴击30%暴伤30%比较合理一点 因为你全部投资在暴击伤害 那就等于说你没有暴击什么都没有 直接废了一招啊 而且按照现在的版本而言 独队多余的抗暴还能拿去洗血量 现在这个抗暴溢出的时代 外商队真的是越来越难暴击啦 所以我觉得这招有点可惜 化金四重 异扬指 对敌方距离最远的一名侠客 造成攻击300%的外攻伤害 并有70%几率附加破疗 目标获得治疗效果直接转化为治疗量30%的伤害 持续一回合 这招就是拿来针对真招用的啊 真招的补血量大家有目共睹 那个治疗量简直逆天啊 所以未来遇到中神通的情况下 队伍的真招搞不好会变成头号大间谍 一回合的时间足够把别人补血补到死啊 想想好像都特别的兴奋啊 队伍里突然混进了一名内奸的概念 策划这个脑回路真的非常不错 蛮有趣的 很可以 化金五重 金验弓 自身血量手势低于50%时 获得验行状态 闪避提升50% 并且免疫任何伤害持续两回合 一定会有人想说 已经免疫任何伤害了 为何还要闪避 因为六脉的涨 它是可以破除免疫状态 这个闪避就是为了对抗涨戏的经脉用的 所以只要触发之后 这个验行状态才真正算得上是无敌 非常的实际啊 但是这招目前有个缺点 就是如果你遇上高爆发的队伍 或是独队回合结束时 那个结算伤害 只要是51%到0%这个阶段 它是可以直接被一波带走的 就等于说 如果你不是50%掉到49% 这个验行效果是完全不会触发 这招在陆服也是被骂惨啦 直接跳过50%阶段直接秒杀 真的是超级好笑 所以我觉得中神通 还有很大的机会会回如重造啊 反正剑系的侠客不够强 策划就是要想办法加强啊 这个大概是一贯的传统吧 化镜六重 天罡北斗阵 开场触发 中神通王冲阳施展天罡北斗阵 提升自身暴击30%和暴击伤害30% 并且有方全体侠客触发暴击时 自身有70%几率获得一层重阳争议 施放技攻时额外提升一层技攻断数 可叠加5层随时战斗结束 结果这边暴击跟暴伤各加30%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合理啊 等于说他自己可以伤害提升30% 暴击提升30% 暴击伤害提升90% 真的是蛮夭壽的啊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 各半会比较好 甚至如果能交换更好 变成暴击90%暴伤30% 那不是更加的恐怖吗 甚至不用依赖队友自己就可以暴到爽起来啊 真的是蛮可惜的 而且这只跟剑东斜一样 非常仰赖队友暴击 只要你的队友暴不出来 他的段数就无法提升 这招目前在陆服也是被人家诟病啊 因为他要依赖队友 而且还要跑得比队友还慢 真的是一只伤脑筋的侠客啊 没有那种天下第一王重阳的感觉 以天下第一来看 他应该要自己砍翻全场才对啊 这个设定蛮奇怪的啊 再来我们来看秘籍的部分 这一只的秘籍属于蚁包 跟中丸童周伯通一模一样 看起来这个蚁包远远不够用啊 OK 再来我们来看秘籍效果 3密的时候 易阳子增强 额外对敌方距离最近的一名侠客 造成攻击300%的外攻伤害 并有70%几率附加破疗状态 这个3密非常的可以啊 原本是最远的距离附加破疗 结果现在还多一个最近 哇 那这样子蛮有意思啊 就等于说1号 3号 5号都有机率中奖 2号的话好像也可以针对一下 而且按照现在的局势来看 1号不是征召就是绝远 那这样子征召会不会把自己补死啊 那还真的不好说啊 而且这样2号为了绝远 搞不好就没有办法撑三回合 因为完全不会补血的话 所写大概就是2回合的时间 看来这个3密非常的重要啊 很可以 9密的时候 天罡北斗阵增强 战斗前3回合 自身技攻触发暴击时 有100%几率不消耗怒气 释放一次技攻 每回合至多触发一次 之后几率降低至50% 这招是什么概念 就是传说中的独孤18剑 而且第二次的独孤9剑 是不需要消耗怒气的 就变成前3回合 他每回合都是独孤18剑的概念 哇塞 有一种以前独孤求败的感觉啊 虽然感觉他好像斩不出27剑 但是18剑配合他的暴击伤害 只要你能暴击 应该伤害就会非常可观 看来是新一代的伤害霸主啊 就不知道他能不能重现 怪伤秒杀的辉煌 蛮期待的啊 红9密的时候 技攻无视目标的免疫伤害效果 并且击杀目标时附加禁魂效果 被击杀后无法触发复活 不对重生生效持续两回合 这个效果跟东斜的技能一样啊 都是附加禁魂 反正就是让你无法复活啦 而且这招更霸道 这招还能直接享受掌气六金脉的效果啊 直接破除你的免疫伤害啊 这样子看起来 真锅香越来越像个笑话 真的是超级可悲的啊 反正这次看起来就是 从头到尾都是攻击力 不过有一说一 目前陆服对这次的评价非常的差 因为要靠队友暴击提高段数 硬度来看也是非常脆 因为他没有什么保命锁血的技能 50%锁血也不太行 因为超过50%就直接秒杀 虽然目前看起来这次还蛮强的 但是我觉得还有修改的空间 反正就如同刚刚所说嘛 剑系至真 怎么可能不改到玩家满意为止 那咱们就期待看看 他改版之后的样子吧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就断言 他会改会不会太早了一点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啦 我是小春 咱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